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九龍灣有一家公司 宣佈在今天將會有一萬一千盒的口罩發售 於是吸引了大批市民排隊 而在昨晚 最高峰的時候 一度有超過五千名市民 通宵訓街 有些人扎刑 都要輪候買這個口罩 在隊頭最早排隊的市民 甚至乎在下午兩點就已經開始排隊 到底這個慘況是由誰造成的呢 當然就是由林鄭政府一手造成的 全靠他的消極不作為 全靠他有權不用 對口罩市場作出零干預 往往制出自由市場作為擋箭牌 導致了今天的慘況 實際上排隊的市民真是很可憐 這樣來通宵排隊 在這麼冷的天氣下 其實都很容易 會造成感冒 況且 當中排隊的人 會有一些潛在的 播毒者 那就非常嚴重了 使得排隊前前後後的人都有機會中招 林鄭真是作為香港的最高領導人 你於心何忍 對口罩市場的規管和供應 這些完全就是行政長官的職權範圍以內 可以做到的事 所以不要再說那麼多無謂的陰謀論 一會兒又說誰指使他這樣做 這些不需要請示誰吧 關於口罩這些東西都要請示嗎 所以 再說這些藉口 根本就是為林鄭開脫 這個是千古罪人 好了 張建宗曾經說過 將會有3200萬隻口罩 供應香港 將會應市 請問到底去了哪裏 他1月30日曾經作出過這個說明 現在已經到了2月5日 似乎他所說的3200萬隻口罩 是純粹網媒止渴 畫餅充機 說到3200萬隻口罩那麼確切 到底能不能再提供一些 數據 告訴市民有多少隻口罩流入了私人市場 有多少隻口罩 去到政府倉庫的時候 可不可以 再透明一點 你看看隔壁浦 賀一誠行政長官 他每次應付記者的時候 他的腦海當中 都有些確切的數字 你這班廢官容官就好像一舊雲 看著貓子都不能夠提供一些確切的資料給市民 林鄭月娥陷入了一個所謂的口罩門當中 為甚麼呢 他昨天非常大言不蠶地對著記者說 官員如果不符合指引的話 就不准他戴口罩 戴了也要脫 這當然造成一定的浪費 戴了就不要脫 除此之外 他就說要省一點洗 因為就要騰出口罩 留給那些醫護人員 昨天香港電台的記者就做到事了 他們就把這番的說話走去問這個醫管局 到底醫管局有沒有拿過政府的口罩呢 人家就回答 完全是沒有拿過 由懲教署生產的口罩 問題就來了 到底林鄭月娥說要省一點洗 要騰出來給醫護人員的那些口罩 去了哪裏呢 還是純粹在吹水呢 有就有就沒有 就不要像即興那樣 林鄭月娥的性格非常依惑強 大家都知道 有很大喜功 而且還喜歡慣性吹水 到底林鄭月娥說要騰出口罩給醫護人員 是不是純粹吹大了呢 在這裡胡說 有沒有確實的數字 你騰出了多少隻口罩給醫護人員呢 為什麼醫管局沒有收過呢 面對著這一連串的問題 香港電台記者 就進一步向政府物流署作出查詢 政府物流署怎麼說呢 他就說 向哪些政府部門發放口罩以及數量多少呢 就沒有具體回應 只是說因應疫情的發展 政府各個決策局和部門的口罩需求倍增 政府物流署正是從 全世界各地 首扣口罩 政府物流署又說 應對疫情的督道委員會企指揮中心指出 必須為口罩的使用定定優次 並且應該優先照顧醫護和提供前線服務人員的需要 政府物流署會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 作出適當的分配 即是在耍太極 人家這個記者問到你到底發放了多少口罩 連數字是多少你都沒有回應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現在搞得統治好像比清朝壞 北洋水師呀 你有多少炮彈都不知道 你有多少口罩你知道的 你有盤點的 倉庫有數量的 你給了多少個決策局 給了多少個部門 全部是有數字的 是不是呀 你政府做事那麼肥肥的嗎 為甚麼你不回應香港電台 你政府到底還有多少口罩的存量 以及給了哪些部門 為甚麼不可以交代 這些東西很神秘嗎 不能說的 那時候這些是導彈 口罩而已是不是呀 又不交代 然後又說要為優先照顧醫護人員 你怎樣優先照顧 為甚麼人家說沒有收過 這些懲教署的口罩 反而你CSI的口罩在哪裏找到呢 喂 很多警察的家屬 就在戴這些口罩 你怎樣解釋 那些醫護人員來的 穿著綠色甲蠟衣 叫做醫護人員 你告訴市民吧 是不是呀 不知所謂 你想想那些市民那麼可憐 五千人要通宵排隊 都是為了買150個口罩 但是政府的口罩傳貨似乎對於個別紀律部隊 就源源不絕地供應 那你不如交代給市民聽吧 把確實和具體的數字 是不是呀 那就沒得爭了 盤數就這麼多就這麼多了 是不是呀 用不著和羲泥呢 越交代得清楚 所有東西就越清晰 不需要這樣隱瞞 有甚麼很隱瞞 口罩而已是不是呀 不是黃金呀 這樣也很隱瞞 多餘的 好了我們又說一下關於 對於我們香港人的逃生門 又再次逐步關上 聯合航空宣佈了 為了應對需求持續下降 將會從2月8日到20日 暫停往來香港 到美國紐約的航班 隨著形勢的發展 就會對於時間表進行必要更改 他沒有說到21日將會復航 如果大家要問的話 就很盡快 因為那些機票都貴得很厲害 這幾天 飛機就停飛 但是那些曾經載有武廢乘客的郵輪 就繼續駛入香港 這個我就從主家男人博叔的Facebook看到 其中一隻就叫做 星夢郵輪世界夢號 這隻曾經載過三名確診武廢的病人 於是高雄政府下令 船上的6000人禁止落船登案 於是乎這隻郵輪在昨天下午4點 啟程提早回香港 但是船上載有接近6000名的郵客 大家都知道郵輪在一個局促的環境下 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下 很容易 惹起武廢的傳染 但是特區政府就好像完全無動於衷 你到底有沒有對於這幾千名乘客 作出任何積極的檢驗行動 不只是梁體溫 因為大家都知道只是梁體溫 是沒有辦法阻止武廢入境 因為有些人士是沒有症狀的 你至少要將他隔離14天 是不是 高雄市政府做得非常好 就是禁止他入境 這個行為做得相當好 因為是為了自保和防疫的需要 早前曾經再有一名確診武廢病人的鑽石公主號 就回到日本橫濱港口 日本當局證實 這艘上有10人確診了感染武廢 年輕勞動省派出幾十人登船 為船上大約3700人 進行大規模的檢疫 日本就做了這些措施 請問特區政府有什麼應對辦法 特地封流啟德郵輪碼頭 然後原來要給這隻 星夢郵輪世界夢號 入境 你又是一樣中門大開 在啟德下船 如果有什麼隱形的武廢人 這肯定是避免到周圍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應對辦法 其實現在已經遲了 你已經拍案了 相信已經下船了 到底你做了什麼 是不是 會不會把船上的人 全部拿到旁邊 當然不會 你特區政府凡是別人提出的意見 就特地不去做 或者是做相反的 很離譜 你學一下別人高雄 當然別人高雄市政府有一個主權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香港又不是 但是不是之中 我又不相信大陸政府會對你作出任何干預 你不讓那隻郵輪入境 你在這個所謂的一國兩制底下 你作為行政長官仍然是有一些成餘的高度自治權力 你把這群人的隔離營就可以了 又不做 那就把鬼了 根本上你在做什麼 你鬥四十萬一個月 你林鄭月娥 四十幾萬 在做什麼呢 請問是 好像完全根本上是 你這件事你沒理由不知道是不是 高雄市昨天都不讓他下船 不讓他登案 你也要有些反應 是不是 你有什麼反應 沒有的 任他入境 那就糟了 社區爆發遲早就有這一天了 告訴你 目前已經出現了很多本地的人傳人個案 林鄭月娥做事沒有 你攬炒 你攬什麼炒 請問是 你有什麼資格攬炒 跟我們香港市民 你真不知所謂到極 那些郵輪就任他入境 麻煩你封了碼頭去吧 再不搞 就是為時以晚搞不定 真的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